那我们首先看到这边有一位美男子 对吧 还不错 这位同学的老师可能大家不认识 因为我们现在爱特男老师 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 然后这位是为数不多的一位 介绍一下 姓彭 明飞 彭飞老师 然后呢 他现在是我们爱特无锡校区的校长 他主要教什么呢 叫托福口语的 是一个很糟的男人 对吧 怎么说 你会发现就是说 在爱特没有人叫他彭飞或者彭老师 这话又怎么讲呢 就是都叫他三个字叫飞姐姐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当初我来他的时候他就在了 然后后来那个王岐老师 给我们介绍各位老师的时候 那跟我说这位是飞姐姐 刚好他在前台嘛 旁边有一个 那个前台小姐姐长得很漂亮 然后他说这是飞姐姐 我很开心 我说你好啊 飞姐姐 他说不好意思 旁边这个男的 然后就很尴尬 有什么可害臊的 但是因为爱特都特别喜欢这位老师 大家以后很有可能会上到他的课的 好 口语课或者是以后SAT的课 也会上到他的课 好 所以呢 我给他吟诗一首 对吧 送给他四句话 这句话这么结实 固满老姐的双脚 告诉我那平常生活的艰辛 哦 身上那件苍白朴素的外衣 倒是他平常单身的独立 手中那山寨的iPhone 暴露他屌丝的本质 旁边兆风老师猥琐的笑容 透露他屏幕上不可告人的内容 这话不讲 这就是他飞姐姐 对吧 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在玩手机 哈哈 哈哈 哈哈